很高兴又和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见面 现在我们做的是一件的市政一位一的基础直播课 那我们这套课程是按照专题的形式来进行的 它也基本沿袭着我们教材的顺序 就是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依次往后面讲 在基础课程里面我们一直是做免费的直播课程 那如果说你在上课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右下角来跟老师交流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第二章桥梁工程里面 桥梁工程咱们前期已经把它的基本的结构形式做好梳理了 包括我们前面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讲了预应力的施工 对吧这个点是稍微不太好理解 但是考点相对还比较恒定 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做这个下部结构 下部结构里面包括基础啊 还有桥墩桥台 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掌握的东西 那时间如果允许的话 我们再进到上部结构里面的一种工法 那首先我需要给各位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啊 就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来给你做一个划分 前面这个是属于装基础 第二个是下部结构包括桥墩和桥台的建设 这块的点一般来说都是记忆性烤点非常简单 而最后一个是装配式的桥梁 咱们先从这个基础来入手 那首先我会先给各位去看一看它的一个基础示意图 我们先回到这个图片里面 咱们今天主体内容是在讲桥梁的基础结构 那对于基础来说 其实我们所采用的形式可以把它划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像左边这个图里面配的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做桩基础 那这个桩基础可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做呀 你可以做预制可以做线胶对吧 预制桩是你在预制厂里面把桩结做好 放到现场一结一结压进去做结桩的 所以我们只到现场去做就位 而线胶桩呢 是需要我们在原地去进行成口 放钢金龙 焦混凝土去形成这个桩体 所以对于桩基础来说 两个大的方向 一个是预制桩 一个是线胶桩 预制用的方法叫做沉入桩 这是我们教堂里面第一个考点 而线胶桩 我们一般用的是钻孔灌筑桩 或者人工挖孔等等比较多 这是一个类别可以做桩基础 第二个类别 当我们适用在地面上的时候 有一些桥梁是做地面的跨线桥 对吧 那如果你做地面跨线桥 我们基底又有足够的支撑 这个时候你是可以修筑 我们像图片里面展示的这个叫做独立基础 或者我们叫做明挖扩大基础 它跟建筑里面的独立基础是一样的 直接在桥墩桥台下面去开挖基坑设置就可以了 这个点在我们教材里面并没有给你列出考点来 所以大家了解就可以 它的基本收工方法就是开挖一个基坑 做机体处理 然后在里面进行我们正常构架的建设 做的是什么构架 基础 所以这个一般体量都会比较大一些 而我们在考纲里面重点讲的就是这个 装基础 所以现在我们再翻回到前面讲桥梁工程 最开始给各位放的这个流程中来 在这个流程中 我们前期已经把它基础的材料检验做好梳理了 包括原材料各种的选择 进场如何去做存放 这个流程咱们已经结束掉了 那后面施工准备测量放线 是我们随着工作的进程都要再逐步去做的 今天我们就主要来进行这个下部结构 咱们今天一定要把下部结构讲完 那下部结构结束了 你再去做上部结构的施工 然后是我们其他的附属工程 好 现在我们先来进到这个基础的学习 在基础学习里面 是不是重点去强调装基础呀 刚刚给各位打的框架 装基础里面第一个方法是做预制装 我们用的方法叫做沉入装基础 这个指的就是预制 那它是在预制场里面把装结做好的 对吧 所以运到现场之后 我们需要把做好的装结 一节一节的压入到它的设计位置里面 所以现在各位去匹配了一个 沉入装的施工过程图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设计的沉装位置 这个是不是你需要前期去做测量方线定位 对吧 包括我们提前要去对基底做好处理 保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然后在定位点开始把第一节装结 我们一般叫做装头 装尖给它压到图体里面去 那么压下去 你会发现到了马上要进图体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就不够后续的长度了 所以咱们需要把后续的装结 在这进行一个接长 这个工作叫做接装 那么接装把两节装连到一起 所采用的形式 可以用焊接可以用法蓝或者用一些机械的形式 给它们连成一个整体 用的比较多的是我们在工作中比较常见的焊接形式很多 那么持续把第二节压进来之后 到了该接装的位置 我们是不是开始去接第三者 第三节啊 对吧 依次一直到设计标高就可以了 我们在做装顶的处理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整个沉入桩的大体的施工工艺过程 你会发现它的重点控制在哪呀 一个方向我们在沉桩的时候 到底用的是什么方法才可以把这些装结沉下去 这个一定是根据土质来选择的啊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接装的考察 在接装这里面我们用到了什么样的方法 包括你在沉入过程中怎么样去把控垂直度 碰到特殊地层了我们应该如何去下沉 好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关于沉桩方式的选择 在沉桩方式这刚刚给各位梳理了 我们一定是按照土质去选的 对吧 那如果说你的地层是相对比较密实的 那好 我们的沉桩方式一定是作用力会比较强一些 大体上可以把它分成下面这几个方法 垂击震动涉水净力压桩还有钻孔埋桩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形式 那在前三个里面它是考察频率最高的 垂击是什么 像我们日常家里面往木板上钉钉子是一样的 通过垂击设备一下一下的把装结砸下去 而第二个震动呢 震动是通过震动沉桩机 震动打桩机 跟我们的装体是紧挨着的关系 然后依次通过震动作用把它放下去 这个的效果要比我们垂击好一些 而且垂击容易产生噪音 是我们在城市施工里面需要去尽量避免的 那涉水一定是做相应的辅助 前两种方法 第一层我们没有办法去有效沉桩了 我再用涉水去做辅助就可以了 涉水方法是在我们的庄间去喷出高压水 把土层去做一个破碎 然后我们有空间了就可以去下沉了 这三个方法我们先来看一看它们的使用范围 首先第一个垂击沙类土粘性土 那我刚刚说了震动是不是比垂击所适用的土层会更差一些呀 所以它在正常的沙类粘性里面又加了一个密实的 如果说你垂击很难砸进去了 我们就改用震动的方法 那对于密实的沙土碎石沙粒 是不是前两个方法都不太好用了 好我现在用涉水来辅助 但是涉水方法一定要注意 它的地层使用是有局限的 如果碰到粘性土 或者是周围有一些重要的建筑物 那你一定不要来采用这个 为什么呀 粘性土本身就是土颗粒比较细 而且水很多 对吧 这个时候我再往里面去喷高压水 它可能扰动到既有的土层 你整个装体都会发生失问 所以不要采用它 而重要建筑物附近 我们可能由于喷射高压水 会影响到它的一个防渗效果 或者是我们重要建筑物地基的位置 那么这个特殊地形 特殊的土质一定都不要选择 好前三个方法考评是最高的 在这块一般还是在出选择题 而后面提到的净力压桩和钻孔埋桩 就比较简单了 净力压显然是针对于土质相对比较软 我直接外力就可以把它压进去 那这个我们这里给的土质 选制是软粘土 所以刚刚说了 碰到粘性土是不是涉水不去试用呀 那你碰到粘性土怎么办 直接压就行了 因为这个土层是很软的 那对应淤泥之土也是可以的 剩下在钻孔埋桩里面 粘性土沙土碎石 河床附土比较厚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用钻开空间 把它放下去的手段 好这几个具体的方式 需要各位去匹配着地层来做一个选择 尤其在考察的时候 特别喜欢考涉水 它会匹配我们在什么样的地形里面 能用这个或者不能用这个 稍微给你放一个小条件 把粘性土塞进去 你就要知道了 这个跟涉水一定是有冲突的 好这个点非常简单 我们就把它过掉 那后面也给各位去匹配了 这个现场去做的垂直的沉庄 还有振动沉庄的示意图 那么也就是我们选择的沉庄机械的不同 所以这个点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不再花太多时间了 好咱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方向 方法我们做好选择了 方法选择之后 就是你在沉庄过程中需要各位去注意哪些细节 首先你先来看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这第一点 沉庄前要掌握到地址钻探资料 水文资料 还有打庄资料 所以前期对于地层 地下水 它的软硬程度 它的孔隙等等 你要打设到什么位置 我们的设计文件 这些都一定要做好了解 对于土层要有一个基本信息上的手机 第二个 沉庄前平整场地 满足沉庄所需的承载力 这些都是针对我们施工机器来的 如果说你的原地面不平整 或者承载力不够 是不是我们的沉庄机械 可能在施工过程中就会发生倾斜 那你打的庄也歪了 所以这个是保证装身垂直度的前提条件 另外对于地址复杂的大桥 特大桥 检验庄的承载能力 还有确定工艺需要去做试庄 这个试庄就类同于我们前面道路工程里面 做的实验段 对吧 咱们通过道路实验段要确定什么 一个是确定现场的组织安排 你的这个人员呀 机械呀 材料怎么去储备 另外一个关键点 施工参数 在我们道路里面 实验段确定施工参数 是案例题里面经常出现的考点 对吧 那再往后面 我们还需要去进行检测 实验段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质量是否是达标的 那你这里做试装 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们检验一下 你打下去一钩装 施工参数是什么样的 包括它的支撑能力 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如果满足 我们是不是后续成装 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呀 对吧 所以一定要前期做始装 两个方向 一个是参数问题 一个是检验承载能力 那再往后面 灌入度的问题 灌入度这一定要注意 大家可能有一些概念上不太理解 什么是灌入度呀 灌入度指的是 我们给这个装体 一定的垂击次数 它所下沉的距离是多少 所以对应如果出现了标准灌入度的话 这个是我们在做标准灌入度实验的时候 取的一个值 咱们在现场一般会有两个基础概念 一个叫做标准灌入度 一个叫做控制灌入度 控制灌入度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我们忠臣的时候 这个灌入度限制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值是从哪来的 一定是通过试装来的 我刚刚说的是控制灌入度 而标准灌入度是我们结合着地层 去做的现场的实验 这个实验是怎么去做的呀 我们把这个对应重量是 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63.5 63.5千克的这样的一个小的实验体 然后把它提高70多公分 往下去进行这个处理 所以对应我们灌入度这个点 你就怎么去记呀 咱们可能概念上 大家理解起来有一些困难 那怎么记 你就记这个概念是干嘛用的 那你想我现在是把装体往下去砸 所以灌入度这个点 它视大视脚 直接就关系到了 我们去垂击过程中的容易程度 如果说对应你的灌入度 相对比较大的话 那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是在做向下垂击过程中 你每次向下砸一定的基数 给的距离就变深了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土质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软的 容易往下去砸 对吧 所以这个点可能在数量上面 会反映出向下垂击的容易程度 那一定要记得这个灌入度 是通过试装 还有做实验之后 会同监理和设计单位 去共同研究确定了 一定不是我们施工方自己擅自决定 这块这句话的考点在哪 就在考灌入度到底是怎么来的 通过实验 会同监理和设计 共同去确定 如果说施工方 根据经验去确定 那就错了啊 那一般我们在这指的灌入度 也是在现场去做实验 做出来的后期控制灌入度 包括我对应这个土质 它的情况啊 好 那这个点咱们还需要再衍生一下 对于整个的城装工作 我们在做城装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求要把这根装 定位到它所要设计的这个标高上面 对吧 我们一般需要去控制装肩到了什么位置 这个咱们需要区分成两种情况 那么从装的受力角度 可以把它区分成一类叫做端层装 一类叫做摩擦形装 所谓的端层装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装肩 假设我的手是一个坚硬的沿层 我的装肩打到了坚硬的沿层上 所以这根装的持力 是不是依靠我手这个沿层在持力啊 这种叫做装端去成立 所以叫做端层装 而摩擦形装 我这个装并没有打到沿层上 那它的持力是依靠什么 依靠这根装跟周围土体之间的摩擦来持力 这种装型叫做摩擦形装 对于这两个装型来说 我们其实在现场去控制 它们的惯入度 数字取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我们市政科目上 比较神奇的把它归成了一句话 只要我们在现场进行垂击的这个沉装的控制 咱们一般都是去控制装端的设计标高为主 灌入度为辅 但是其实细追究起来 这一句话说的是错误的概念 那没有办法 我们教材里面是这么去出的 而且它还很容易在这考题 建议大家还是结合着教材的内容来去答题 但是原理上你要明白 我们不同的装型控制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是做端层装的话 要打到持续层上 其实我们在现场在这应该是主要控制设计标高的 那在这是控制灌入度的说法 如果是打到持续层上 在这块我们是控制灌入度的 而如果是摩擦形状的话 我们一般是控制标高为主 所以这是不同的情况 但是在市政里面把它合成一句话了 那怎么办呀 答题的时候你贴着这个来 因为这块很未出题 我们一般是以控制装端设计标高为主 以贯入度为辅 你把这句话记下来就行了 但是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原理上是不对的 因为它没有去区分装型 我们在现场有不同的装型去做一个区分 好那咱们先把这个施工技术要点给你梳理完 然后我们再去拓展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忠诚的控制 那首先第一个预制装的接装 咱们前面提到了几种接装的方法 包括焊接法兰还有机械连接三个形式 了解一下 那第二个装帽装锤 还有送装帽之间应该和装身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这个尽量不要出现偏斜 因为我们要保证受力中心在一条线上 不会出现偏移 那这里面也给出了它对应的偏斜限制值 不得超过0.5% 前面两条我们了解就行了 那再往后面 盛装顺序 第三个和第四个是经常出现的考点 所以需要各位把它们两个做一个重点的记忆 那首先关于盛装顺序这块 我们强调的是从中间向两个方向或者四周去做对称均匀的施打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 假设你在家里面要把一块木板上面盯满钉子 盯一个钉子的过程是不是就相当于沉一个庄呀 所以你想你是先去盯周围的还是先去盯中间的呀 我们是不是一定得先去盯中间的 因为如果你先去盯周围的 你会发现越往里面去盯 我这个盯子越难往里面藏 对吧 为什么呀 因为你每盯进去一个盯子都相当于对我周围的木材起到一个水平的挤压力作用 那你再往中间去做的话 最后是不是受的力就非常大了 我们是很难施打进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应该是先从中间向两边或者周围均匀对称的拓展 那我们再可以列举一下 如果说现在给你一个选择 我有一个建筑物 它旁边设置了一排桩 那我是先盯先沉离建筑物远的 还是离建筑物近的呀 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啊 咱们有许愿把惯入度控制的这句话打出来啊 没问题你就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 好我是先去做近的还是先去做远的 一定是先做近的对吧 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如果你先做远的逐渐的往近的拓展的话 那么就会发现我们后期这根桩对于建筑物造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 所以一定要去考虑这样的影响因素 那他后面还有提到过先深后浅先大后小先长后短 这个咱们就记住一个核心点 就是你先去做不好做的啊 这根桩不好往下沉 它体量很大 那我肯定先去施工它对吧 所以这个点需要各位去稍微的思路整理一下 那有一些续员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就给我提一些疑问啊 老师那如果我现在出现了一个又短又粗的 还有一个又长又细的 那我先做哪个呀 不会这么考你的啊 所以你不用钻这种牛角尖 在我们判断的时候 你就树立一个核心思想 哪个不好做我就做哪个啊 所以这个需要各位稍微的去记一下了 好再往后面 反复强调垂机的这个中止的控制 什么时候我们去停垂 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 一般是以控制装端睡标高为主 那么以贯入度为辅 但是这句话是有局限性的 因为它没有去说到底是哪种装型啊 那建议各位在市政答题的时候 把你之前的基础知识先给它抛掉 你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只是说的不全面 也不能说它错了啊 所以如果出现这个题目 你就按照这个来答在市政上 是绝对可以拿分数的 我们是怎么样控制的 以庄端睡标高为主 以观众多为辅 记住这一点啊 那另外我们在这需要给各位去补充提示一下 终止垂机的控制 这个点在哪 在我们教材上 关于陈入庄 他在教材的左半页对吧 右半页给你配的一个案例题 这个案例题的最后一问就提问了 我们对于庄端中止垂机的控制 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咱们这个点是取自于教材里面配的案例题的答案 那给各位去稍微的梳理一下 首先第一个 当庄端标高等于射击 但是灌入度比较大 灌入度大说明什么问题 是不是还不是很稳定呀 我们的支撑效果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应该是继续去做垂机 让灌入度接近控制灌入度 也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这根装饰能够持力的 而你在这做的灌入度比较大的话 说明它的持力能力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保证持力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当灌入度已经达到控制灌入度 这个是不是我们持力能力已经有了 但是设计标高没有达到设计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在满足冲刷线下 最脚线固深度之后 继续垂机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到相应的控制的方法了 如果承载能力已经有了 但是设计标高不太够 跟我们的设计有一些出路 那你再继续向下去打上一段距离 后期它是多是少 我们再往后面做补充或者切割 那第三个 如果装加标高比设计值高差 超过了规定值 但凡碰到了施工中任何情况 超过规定值 超过设计允许范围了 那你一定是要打回到设计里面 和监理单位去共同确定 施工方不能擅自处理 所以第三个属于常识 前两个你就判断一下 装的承载能力有没有到位 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装打下去是能用的 所以核心点其实是在控制我们的观度 这是咱们教材里面案例补充的 最后的终止垂机控制到底是怎么控制 但是如果考到我们刚刚上一页提到这句话 中止垂机一般是以谁为主 以谁为辅 这个你就按照我们这儿去打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梳理清楚 在教材这儿虽然知识体系稍微有一些漏洞 但是答题点它的采分点是放在这儿的 一定要小心这块 好吧 嗯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大问题 咱们就敲一下一一继续往后面走啊 继续往后面走 怎么是机械连接 不是硫磺胶泥啊 这个是我们在连接方式上也可以采用你说的去刷的相应的这个胶泥的形式来做 但是键的比较多 考的比较多 也是焊接啊 所以这个咱们不需要去过多的把它拓展了 好 再往后面我们来看 在盛装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情况应该去暂停施工 这块就可能会给你出现一些多选题 碰到什么情况 你需要去做一个控制 或者碰到下面这种情况之后应该怎么办 这个是我们不能去放人不管了 一定要停止处理 合格之后再往后面走 几种情况 惯入度发生聚变 装身发生倾斜 胃移严重回弹 装头或者装身破坏 地面隆起 装身上腹 这个咱们就多去读几遍去给它梳理一下 但是有一个点我可以给大家稍微去往外掩掩 比如说第二个 突然出现倾斜了 是不是垂直度不够了 对吧 那么我们在沉装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如果说这个装的装身垂直度不够了 咱们一般在现场对于垂直度是通过什么去做一个把控的 保证垂直下沉的作业 或者是你做沉管了 或者是我们去沉装 对于垂直度一定是要做严格把控的 那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一般是在现场要通过经纬移去实现 两个经纬移对着去进行我们这根装的角度测量 装体跟地面之间的夹角 我们去控制在90度 两台机器都是90度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垂直状态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而在下面提到的地面隆起装身上浮 这个往往都反映出我们的土层的问题 要么就是很难向下去施打 或者就是我们的施打对于原地层造成了扰动了 所以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 我们一定要停止去做处理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做一道题练一下 咱们这还有二键学院是吧 二键学院你会发现我们一键的体系 基本上跟咱们二键是很像的 但是我们内容会扩充的更宽一点 比如说咱们讲桥梁上部结构的时候 就会多加几种工法 这个是比较细致的 包括咱们有一些深入程度 像我们二键里面就不会再过多的给你解释 这个惯入度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来试用这听课 好这个就很简单了 是吧 需要去做实验跟监理和设计 共同确定的显然是A 贯入度 这是送分了就 好第二个 渗用涉水的土层是什么 这也是很简单的吧 哪种土层需要渗用涉水 水对它有影响的 对它影响比较大的 粘性土对吧 这个咱们反复强调 那碰到粘性土可以用哪个方法去做呀 净理压装 这是比较典型的处理手段 谁选C了 选C了出去面壁思过去 好那这块的点一般来说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做其他方面的练习了 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到第二个灌注装的施工 灌注装就是线胶装 对吧 前面我们已经把预制装说完了 那现在进到线胶装 线胶装我们教材里面 首先给各位打了一个大的标格 我们这个装体是怎么样去形成的 它给的这些方式 是不是都是我们去钻孔形成模板的方式 你做的这个装是在地下去做的 对吧 所以咱们所有的钻孔形式 其实意义上来讲 都是在去施工我们这根装体的模板 它的模板就是我们周围的土层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只是我们装体的施工结构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我把这块内容给你整个的柔和了一下 咱们以一个施工流程的角度去做一个串联 你先暂时把我们教材东西去抛开掉 抬起头来跟上老师把这块听完 你再胡去找重点 好吧 那首先第一个 先带各位去熟悉一下灌注装 它的整个施工流程 我们在这就以钻孔灌注装为例 没有去提后面的人工挖孔等等手段 我们一会再来讲人工挖孔的 整个的钻孔灌注装 它的施工工流程 包括我们上面给到的这几个步骤 咱们先快速的创一下 第一个先做施工准备 那施工准备工作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呀 准备工作里面主要是对于场地的清理 承载能力的一个加强检测 包括我们要测量方向地位 你在哪去钻这个装 我们前期都要做好定位的 好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我们开始埋设互筒 钻机就位 这个互筒需要各位注意一下 它在孔口只插入一定的深度 一个钢板卷成了上下是空的 我们这个户筒一般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呀 是不是把它设置在你想要钻的这个装体的外侧呀 对吧 它可以起到一个基准的定位作用 我们后期的钻机设备就在这中间去钻 同时它会高出地面一定的高度 来保证外部图体不会塌到孔里面去 还有我们外面的水流不进去 这是咱们基本的孔口保护的作用 那钻机就位 像第一个图里面已经把钻机放好了 紧跟着你要开始向下去钻进了 对吧 那钻进里面 我们考的最多的就是施作业的方法 也就是需要用泥浆去做护壁了 这个泥浆需要我们提前把它做出来 在这儿我们一般用的粘性土或者烹润土居多 一会儿会给大家去介绍 泥浆有什么样的要求 做好泥浆 随着我们向下钻进的过程去走 随着这个泥浆就在填充着孔壁 那么泥浆在里面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呀 我们是不是一部分的这个泥浆在里面一定是循环的 循环过程中就把我们的钻渣都带走了 还有它在底部可以给钻头去降温 钻头是在摩擦切穴土履对吧 所以可以给它降温 同时还可以去润滑钻头 稳定我们的孔壁 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一直钻到摄影标高之后 我们需要对底部进行清孔 清孔清理的就是我们刚刚钻出来的这些钻渣 它有大部分随着泥浆都带出去了 剩下一小部分留在里面没有带出去 它重量比较重会沉到孔底 沉到孔底是不是就会影响装头质量呀 所以我们要把它清理掉 清孔 清完孔之后去放钢筋工程了 把钢筋笼子插进去 然后开始做水下灌柱混凝土 我们在这一般考的都是导管法 所以这是咱们整个的流程 我先给你把文字上的流程去做了一下梳理 现在我们就针对每一个步骤去看一看 它的考点在哪 我先把墨迹削掉 好 咱们先来看一看 准备工作我们就不用去提了 那现在先来看一眼 互统还有造浆的问题 互统是不是一定会对它的一些相关高度 包括我们的建设去提出一些要求 包括你讲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这是一些小的选择题细节考点 咱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关于护筒和泥浆的要求 那首先第一个 埋设深度符合相关规定 这个一般在我们的设计文件里面会有 你的护筒到底应该埋多深 顶面高出施工水位或者地下水位2米 这个数我们一般不怎么考 考的比较多的是哪个 高出施工地面至少0.3米 也就是我们的原始地面在这 那你的护筒一定是要插进去一定的深度 顶面高出地面至少是30公分 你要保证外部的土进不来 外部的水进不来 一般我们在护筒上面还会去设置一个小的出江口 因为我们这个泥浆是不是在里面反复的循环呀 所以它上去的时候要有一个出路 或者我们在有一些循环方式里面 比如说反循环是要泥浆顺着口往下去流的 那一定要在护筒上面去流一个出江口 那除此之外 这个护筒咱们可能有很多学员去疑问了 我到底是怎么施工进去的 整个的护筒是一个钢板卷成做焊制的 那咱们在埋设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把它外力压进去 而是要先在这去挖一个基坑 把基坑挖掉之后 然后把我们的护筒设置进去 周围用一些土再做一个回田 所以这是我们护筒它的埋设方向 埋设的方法 那在这个点里面一定要注意 高出地面的距离 这个是重要的烤点 好再往后面我们来看泥浆 泥浆刚刚说了 应该在正式钻进之前 我们就做好准备 已经把它做好了 那有什么材料做的 高塑性黏土或者是蓬润土 蓬润土在我们后面 垃圾填埋里面就会出现它 它有什么特点 这个土浴到水之后 就会发生体积的膨胀 因为它是属于吸水性矿物质 那碰到了蓬润土去冲调的这个泥浆 是不是说明它的稠度上面 包括我们的流动性 对于孔壁的支撑效果都是比较好的 那前面高塑性沿途也是一样 好再往后面泥浆面 泥浆面的高度是属于常识性知识点 我们始终要保证 你钻进过程中 孔体里面天充的泥浆面 高出地下水位一米 这个是为什么呀 你想啊 我现在假设原地面在这 你持续不断的向下去钻孔 是不是我们可能钻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 那里面我们是要去天充泥浆的 原地下水位在这个地方 我们始终要求泥浆面要高出地下水位 至少一米以上 那你现在想如果放低了呢 放低了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就会出现地下水的回贯的问题啊 对吧 因为咱们周围是土层 土层里面是一定会有渗水的 你的泥浆面一旦做的比它低了 好我们的地下水一定会进来 进来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呀 你的泥浆就被稀释了 对吧 稀释了它的悬浮作用 包括护壁作用都会被削弱 那你这个孔是很为失稳的啊 所以在这一定要去保证 我们孔体的稳定性 要使它的位置高出地下水位 至少一米以上 要求整体的泥浆 一定要去控制相对的密度 寒沙率和粘度 这几个重要的方向 所以这三个点 就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题去出题了 再往后面 现场的设施 只要用到泥浆的工程 不管是什么工程 只要提到泥浆了 我们在现场就有一个必须要去设置的东西 叫什么呀 叫泥浆池 泥浆池 这个可能是泥浆的生产 或者是废弃泥浆的处理 所以但凡在我们施工中提到了泥浆这两个字 这个东西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除了在钻孔灌注桩里面 会有提到泥浆 还在什么地方会去提呀 后面我们马上讲到第三章 会有提到轨道工程 轨道工程里面 我们就需要采用一些筑浆的手段 这个调配浆液的过程 是不是现场也需要去用到一些泥浆呀 对吧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浆液是放的沙浆 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只要你用到泥浆了 后期我们还会讲到地连墙 地连墙跟它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有泥浆 现场必须要有泥浆池 有泥浆池就是在地面上挖的坑 对吧 你只要往地下去挖坑了 周围是不是要考虑一些安全的设施呀 我们经常在这考什么 泥浆池周围设置的栏杆的问题 这个在我们17年的考题里面是出现过的 在二间题里面出现了 那它最后一道大题考的是一个 施工现场平面图的布置 用到了钻孔灌注桩 但是现场没有去设置泥浆处理池 是属于在补充区域上的一些问题 好 我们在这儿把户筒和泥浆的东西 给各位做了一个梳理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很简单啊 都是些记忆性的点 对 地连墙 地连墙它的基本施工原理 跟钻孔灌注桩是非常像的 我们到后面轨道里面会讲到啊 那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敲一个E 我继续往后面走 好吧 现在这个步骤已经结束了啊 我们已经开始把相应的户筒做好了 钻机就位了 泥土造浆啊 粘土造浆也出来了 那再往后面 那再往后面我们就要开始去钻进城孔了 对吧 钻进城孔 这个就是我们教材里面给你打的大的表格 我们的城孔方式有很多种 那这里你既然做的是钻孔灌注桩的形式 是不是用的都是施作业手段呀 那你就去看前面这几个方法 比如说正反循环 冲击冲抓 悬挖 潜水 这是我们在施作业手段里面去做的啊 那用到了泥江户壁 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不用泥江户壁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下面提到的长楼旋钻杆 人工挖孔等等啊 那现在成孔的过程 我们放到流程讲完之后去单独讲怎么去钻这个孔 再往后面 咱们假设已经选择了一个方法 一直钻到了设计标高 钻到设计标高之后 是不是我们的钻机就可以移位了 对吧 钻机移位了 你需要对这个孔去做一个基础清理 我们刚刚解释过 钻出来的钻渣 大部分跟着泥江都给它运出去了 而有一些少部分还在泥江里面悬浮着 时间一长 它重量比较重 就沉到了孔底 沉到孔底了 就会影响装头的质量 那怎么办呀 我们需要把这些沉渣给它清理掉 清理的方法 咱们用的效率最高的就叫做抽僵法 直接下一根管通过泵机帘 这给它抽走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后面钻孔的形式里面 有一个原理跟它是很像的 在这个点里面需要各位去记两个数字 一个是端程庄的沉渣厚度的控制 另外一个是摩擦型庄沉渣厚度的控制 那我们前面是给各位去梳理过端程和摩擦型的原理啊 什么是端程庄来着 我的手势持力层是硬沿 现在这根桩打到了硬沿上 是不是完全在依靠我这个硬沿再往上去提供持力啊 所以对于我们的连接点 桩尖这个地方 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你这块既然要求高 能放很厚的沉渣厚度吗 肯定不行啊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的沉渣厚度 空的是100毫米内 而第二个摩擦型桩 它是没有打到持力层上 依靠土体之间的这个摩擦 跟桩体之间的摩擦来持力的 那我底下受力是不是就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这个点里面 我们沉渣厚度可以控制的稍微厚一点 变成了300毫米的上线 那关于轻孔这个点 一个方面你要记轻孔的方法是什么 另外一个方面 不同的桩型 我们的沉渣厚度控制是不一样的 咱们可能有学员就不太理解 沉渣厚度到底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把它挖到摄影标高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测一下 沉渣厚度了 怎么去测 把一个小的沙盒沉到底部 放置一段时间 把沙盒拿出来 你的沙盒里面沙是多厚 我底下就是多厚 所以一定要去控制沉渣厚度 不满足的 我们就给它进行处理 清理掉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的轻孔作业 那轻孔作业给各位介绍完了 我们再往后面去进行下一个内容 就是调放钢筋楼 现在模板已经出来了 对吧 那你接下来该去做钢筋工程了 下面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已经把我们深蓝色的钢筋骨架布设进去了 在钢筋骨架的布设过程中 首先第一点 我们在生产角度需要去注意一些小细节 包括运输就位的时候 那第一个要点 咱们先来看一看 关于钢筋龙的施工方法的不同 限制条件也不一样 如果你用的是沉管式的方法 什么是沉管式的方法 沉管的方法对于装体 它的模板就不是我们的沿层了 而是依靠我们放下去的这一根粗的外模管 那么你沉的这个管就是我们整个的模板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要把钢筋龙插到你的模板里面了 所以钢筋龙的直径要比我们沉管的套管内径小 这个是所有沉管法里面 只要提到沉管法 它其实是把外模板沉下去了 那也就是我们在向下沉装的过程中 你的外模板已经就位了 一定要把钢筋龙做的比它小一点 才能放进去 去保证保护层的厚度 第二个方法是我们用的最广的 叫做导管法 导管法我们在灌混凝土的时候 它的外模板就是我们刚刚钻出的这个岩层 然后你在灌混凝土的时候是插一根导管下去 把混凝土输送下去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要保证导管要比钢筋龙的内径要细 对吧 你才能放进去 那要求钢筋龙内径比导管连接处外径大上10公分以上 不要出现卡管就可以了 好再往后面 钢筋龙放入泥浆之后 四个小时之内必须去浇注混凝土 钢筋龙是钢材 所以如果它跟泥浆里面的水分接触太多的话 可能会造成袖石 我们一定要去缩短这个时间 当然它的前期制作和运输这也有一些小的细节 需要各位掌握 比如说我们在制作的角度 钢筋龙是在预制厂里面做好的 我们在这个点上一般都会去提问你 关于我们纵向钢筋的连接 因为一根装体大约可以做到10到20米左右 对吧 比较长 那你这一根钢筋可能是通常不可能完全不少 我们需要做接长 接长的时候要注意 上面这根钢筋跟下面这根钢筋 不要采用这种形式来连 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弊端呀 是不是在这会有一个小的卡头 所以我们后期在提拔导管过程中 很可能就挂到这个上面了 导致我在提拔过程中就把钢筋龙给拔上来 所以这是后面我们会提到一种病害 叫做钢筋骨架上浮 典型的一个原因 那一般对于这种纵向钢筋的连接 咱们可以怎么去处理呀 如果没有办法去做点接的话 我们在这需要把处理这形成一个折角 你在焊接的时候 我们去做成这种形式 是不是就没有去卡它的流桃宽度了 端部你去稍微的弯折一下 这是加工角度 当然在加工钢筋龙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控制保护层 保护层一方面在钢筋龙外侧 可以去设置有U型钢筋的定位 或者是这个保护层的卡片 对吧 另外我们在就位过程中一定要保证钢筋龙 往下去掉桩的时候 要保证垂直 不要戳到孔壁上面 这是我们在现场去控制保护层厚度的有效的手段 再往后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直径的限制 还有交注的限制 放下去之后四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去交 如果你这个时间没有去交 是不是一方面我们的钢筋龙可能会生锈 另外一方面时间长不去交注 里面的沉渣是不是又沉了去一批啊 所以如果你放的时间太长 没有交注的话 我们还需要去做二次清孔 因为里面可能装端的控制要求又没有达到 我们还要再去做一遍清孔工作 好 关于钢筋龙的调放 我们就各位说到这儿 那其实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对于钢筋龙来说 它是不是属于隐蔽工程呀 隐蔽工程在隐蔽之前 必须要去经过监理验收 对吧 所以在现场我们一般都会有监理检查钢筋龙质量 再跟他拍一张照 做一个证明 然后才能把它下沉下去 这是我们在现场去做的控制 好 再往后面咱们就钢筋工程也有了 模板工程也有了 开始做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工程里面 我们用了最多的就是导管法 咱们沉管法教材里面没有去提到底是怎么放的 所以我们就来讲这个导管法 导管法它是怎么去做的 其实跟我们做大型构件胶筑 串筒溜槽原理是很像的 但是我们在做地面胶筑的时候 串筒溜槽 有一些在肉眼上是可以见到的 而导管法其实就是给它一个混凝土下沉的区间 我们用一节一节的导管 拼成一个管路 让混凝土顺着它浇到底部 混凝土本身的重量会比泥浆重很多 所以它会沉到底部 把泥浆顶上来 逐步在进行我们胶筑天冲的作业 那首先第一点对于导管 这是不是就有质量要求了 所以各位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导管的问题 导管的直径一般来说是20到30公分 这个是不是比较细了 所以你就要考虑我们在选材的时候 是不是对于粗粒性的控制就需要去加强了 不能出现太粗的材料容易卡管 剩下节长是2米 那你会看到导管是一节一节拼到一起的 像一个小毛毛虫一样 对于我们拼接的连接点就一定要保证它的质量 是不是有可能在拼接地方就会出现渗漏 或者是后期提拔过程中给它拉开了 对吧 那这些都是要避免的 一旦出现渗漏或者被拉开了 我们的装身就是一个夹扎的状态 很容易出现断装 这个对你装体的承载能力是一个大的威胁 所以咱们怎么样去保证不出现这两个问题呢 在正式施工之前一定要对导管进行试拼和施压 试拼这一个方向 我们在拼接点一定要去检查它们的抗拔强度 而施压这就是要保证能不能够承受我们后期所受的压力 一般我们在进行水密实验的时候 会控制孔底进水压力的1.5倍来做这个实验 所以这个小数字各位了解一下 再往后面导管的就位控制 导管就位控制这个点是我们在选择题目里面考钻孔灌注装特别喜欢出的那种 这几个数字一定要把它记住 我们先来看一看三个数字 第一个导管就位到孔底 它们之间的距离应该是30到50公分 我先把这个内容放下去 这个图看的不太清是吧 好我给它放出来在上面画吧 刚刚我们说了原地面在这 那你钻出来的孔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钢筋龙已经不好了 开始向下去下导管灌注火凝土 你的导管在就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戳到孔底 戳到孔底会造成火凝土出疆困难 因为没有空间去出了 给它顶锁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导管的口距离孔底 它们之间应该保证在30到50公分的范围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近 太近容易出疆困难 太高了容易什么 第一批灌注火凝土包裹不上 它直接就断装了 所以这个点控制第一个数字就位的时候 不要戳在孔底保证30到50公分的间距 第二个点 首盘灌注火凝土 首次埋入火凝土的灌注面 应该至少保证在导管底部以上一米 这个画的稍微有点夸张了 但是我们就这么看 第一盘灌注火凝土主要是什么目的 第一批你灌的火凝土要先把我们导管里面填充满 对吧 让它全部都是火凝土 还要沉入到底下 沉入到我们的孔底 把泥浆顶上去 把这个导管口包裹住 让导管口周围都是质量非常好的火凝土 然后我们再去浇注才会把泥浆继续往上顶 对吧 所以这个首盘灌注火凝土的目的主要就是来保证 我们导管口这个附近的范围是质量好的火凝土 那你一定要使我们第一批灌注的火凝土页面上升到导管口以上至少一米开外 所以这个数字记一下 而第二个数字 首盘灌注完全包裹住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随着灌注随着向上去提拔导管了 如果你不提拔导管 是不是很有可能我们一直是这个高度 上面硬了 你就很难再往上去拔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跟着页面再往上去提拔导管 提拔的过程中控制火凝土要没过导管口2到6米 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如果说比2米还要小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在灌注过程中 这块火凝土质量就是渣渣的质量不太好 而如果超过6米了 就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粘距力 导致提拔混难把你的导管给拉裂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控制三个数字 那能跟上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继续往后面走 这个导管这出现的烤点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烤这三个数的 而且特别喜欢把它们放到选择题目里面去出 所以一定要注意 就位的时候我们导管放在哪 第一盘灌注的时候 页面应该没过导管口1米以上 后续提拔过程中一定要保证2到6米的埋入深度 那么咱们对于这些数字 为什么控制的这么精密啊 因为一旦你在提拔过程中 也就是灌注过程中出现了 对于我们埋深控制不经的情况 那么就很有可能会使导管发生损坏 损坏的话 里面就会混入泥浆 那你的装身质量是不够的 所以全程我们在这水下灌注的作业 也必须是要由专人来指挥的啊 好咱们再往后面 安装导管去下料斗 开始去灌注混凝土了 那我们刚刚说了一些就位问题 在灌注混凝土这 针对混凝土本身也会有一些质量上的要求 咱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对于水下灌注的混凝土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去控制摊落度 一定要保证有良好的合一性 也就是流动性 因为本身导管是很细的啊 20到30公分的直径 所以一旦在这你的流动性比较差的话 我们到中间就卡管了 那一般我们会控制的范围是在18到22公分 这个范围要把它记住 有的时候我们在题目里面 稍微给你调整一下数字 比如说我们在灌注的过程中 用了24公分摊落度的混凝土 问你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如果流动性太好的话 它是不是跟泥浆就容易混到一起啊 会造成混凝土质量不好 好再往后面 必须连续施工 一定要强调连续 那我们在现场就会出现几种造成不连续的情况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现场混凝土供应不够了 灌着灌着混凝土断掉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那你的混凝土是用什么做的 水泥水粗细骨料 加上外加剂 水泥是有出凝时间的 对吧 一旦你的量供不上了 超过了出凝时间 我的装身就是两截的状态 直接就是断装 断装的承载能力是极大的一个削弱 是肯定不能出现的啊 那一定要注意 第一种情况怎么样保证连续啊 现场的材料供应 一定要到位啊 第二种 我们可能会造成断开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现场的机械设备出现故障了 机械设备出现故障了 我们的灌注的泵机没有电了 对吧 或者坏掉了 这个是不是也就停掉了 只要停掉超过了三个小时的出凝时间 我们就会出现断装的情况啊 所以一定强调保证连续施工 而且在水下灌注的全程 必须要由专人来做指挥 所以组长一定要在旁边跟着 不能出现擅自离场的这些情况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这个砖人指挥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咱们前面提到 对于火凝土页面的控制 一定是由专业人员来做的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小细节 另外控制提拔导管的速度 严禁把它提出灌注面 你只要把导管提出灌注面了 外面是不是泥浆呀 你再去灌注就是新火凝土 旧火凝土之间夹着泥浆啊 这就是直接的断装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把导管拔出来啊 剩下灌注过程中的故障 应该是记录备案的 另外我们在灌到设计标高之后 是不是到顶了 到地面了 到地面之后 我们要做一个工作叫做抄灌 抄灌的距离要高出设计高程 半米到一米 0.5到1的范围 为什么要做抄灌 抄灌这块的混凝土 我们想一想 刚刚在灌注的时候 是不是混凝土先沉到底部呀 把导管没过对吧 然后随着灌注新的混凝土 旧的混凝土就被顶上去了对吧 旧的第一批混凝土 它是先跟泥浆接触的 所以它的质量不太好 那现在我们抄灌的目的 就是把这一部分质量不好的 混凝土给它顶出去 然后后期我们切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是 保证我们装端的混凝土质量 那一定要去记一下 抄灌的这个数字 好 那到这儿我们就把整个流程 给各位去做了一个梳理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的话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去进行 钻孔方法的解释 有问题咱们就打到公屏里面 没有我就继续了 端层和摩擦下管的距离是一样的 下管距离是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是 关于控制这个沉扎厚度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不太一样 而其他的点是一样的 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 那我就继续往后面走了 再往后面的话 咱们有学员提到一个问题 我可以给各位延伸一下 贯注的时间控制是多少 那一般我们在贯注的控制时间上面 大约是单装贯注时间 不得超过初宁时间的1.5倍啊 那么这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给的一个范围 但是实际情况 我们一般会在初宁时间 和容许延迟时间里面 挑一个比较短的 但我们市政里面反复的 也没有再去提 容许延迟时间的问题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容许延迟时间 是要比初宁时间短一些的 来保证 这个避免出现 我们在施工没有完成的时候 它就初宁 那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初宁是三个小时 从月兔 Chad 事过来 bs这就是没有 不过来 事过来 是 未经形 stirred 优�